这个地多呢在2023年这个日内瓦终标展 这个W&W Watch and Wonders 那这边持续以这个Black Bay 那地多这个非常大日门的这个系列 这个BB Black Bay系列作为这个主力 那推出了很多一些新的设计的创意 那也有一些是小改款的一些款式 那小刚要来分享的第一款是这个Black Bay 54 它是一款37mm的 那这款呢我还没有拿上手之前的我去看 确实觉得感觉有一点小 可是戴上手之后觉得它的那个整体 给我的那个在手上的那种效果那种视觉感 感觉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地多这个是它是用一个7922作为启发的 地多是目的要打造一款更有那种原质原味的这种 复刻的这一种致敬这种潜水表 主要这个比较特别的 是你会看到它这个尺寸缩小之后呢 那在新的这款式上面 它的这个龙头了这个表冠的部分 一个缩的比较小 那看起来就比较斯文 大概就是秒针的部分了 在新款的这一种Black Bay BB那种潜水表上面 它都改了用了这一种非常有复古 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 这个圆圆圈的这个秒针 就是这种Lollipop或是这种天天圈的这个 秒针的这个设计 那在防水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高达这个200个meter 200米的这个规格 机星也是用了这个地多 TURO自家机星 自产的这个MT5400的这款机星 那在影片中小刚带在手上的这一款Black Bay 这个蓝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种蓝 不会太深不会太浅 就看起来就有一种很低调奢华的这种感觉 它是这个Black Bay 31 36 39和41 它是有主要它那个数字是它的那个尺寸 所以你根据你不同的手腕的尺寸 选择你想要的这个尺寸 这个BB系列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款式 当然之前的这个款式 它是用这一种三版的这个钢链 那这一次呢换上了全新的这一种五珠链带 那一种感觉戴在手上给人就是更加的成熟 而且这个钢带的部分呢 也是搭载了这个地多最新Tfit的这个表扣 再来就是机星的部分呢 那这一款呢 其实一直以来啊 之前的这个老款这个旧款啊 它是用了这个非常入门的这种SW Selita改的这一种机星啊 那这一次它就换了全新这个地多Turo 自家这种in-house的这个机星啊 那换上了自家机星之后呢 大大提升它的性价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日常非常实用的 这个100米的防水 那如果你想找一款原厂的这个工价 是在1万以下的马币啊 那这一款小刚就要讲一讲第三款 这个Royal这个系列啊 那这款表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一体式链带的 就是这种integrated bracelet 一体式链带的这个表格 这个设计 那这个系列它也是有几种不同的尺寸 可以做选择的哦 那主要这一次它推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小刚来拍一拍 给大家欣赏一下 它就是用了这个 那就是你们影片中看到的这个 Selman Paint Down 这一种好像三文鱼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表盘 那整个表盘的设计呢 非常的简约 非常的干净哦 除了12点钟方向的这个上面哦 你可以看到Turo的这个logo之外呢 它是几乎是没有印了任何的多余的字哦 它在这个平花的表圈上面哦 也做了这个线条的这个雕刻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稳重的风格呢 那这个Royal这一款系列啊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当然它的这个价格 确实可以说是在目前来讲哦 在地多里面呢 是最清明价位的这个选择哦 机芯的部分是采用这个 Selita SW改的这款机芯哦 第四款小康要分享的就是 2023年最新款的这个 Black Bay GMT哦 它早几年所出过的这个 Black Bay GMT啊 是黑色的表盘嘛 那这一次它就推出了这个 新的这种雪花白的这个 表盘的颜色 它这个GMT的这个表圈呢 是和之前的颜色一样 是没有做改变的哦 尺寸也是一样一个 41mm的这个表刻 那防水也是一样 200米的这个规格 那在机芯的部分呢 还是一样用了这个 地多自家MT5652的这个 in-house的这个机芯哦 那让想入手这个 Black Bay GMT表款的这种 朋友们啊 有多了一个选择哦 那就看你是喜欢这个 雪花白的这表盘的颜色 还是喜欢这个 黑盘的这种颜色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